从陈涛的眼神就可以看住 中国队的目标则是全取三分 不过比赛的过程肯定是困难重重 开场仅七分钟 对方便通过远射的方式给了中国队下马威 随后中国队通过中场的长船发起进攻 江宁在对方后卫的追防之下 用左脚完成了射门 几分钟之后 荷兰队在中路的进攻受阻之后 球队尝试在左侧形成第二波攻势 不过最后的远射基本上没有给中国队的球门 造成威胁 比赛的节奏非常之快 中国队这次同样尝试短船的方式创造机会 最后朱婷利用突破 让对方的布拉玛领到了黄牌 虽然任意球的位置非常不错 可惜陈涛随即的直接攻门 并没有踢出应有的水准 上半场比赛第24分钟 江宁在与对方的争抢中 又帮助中国队获得了任意球机会 陈涛这次不负众望 他主罚的扮高球 在门前有一个明显的下坠 最后助攻前点的江宁 为中国队首开记录 然而短短三分钟之后 中国队队员在与对方的争抢中倒地不及 不过此时的荷兰人选择了继续进攻 中国队的防线队员或许是受到了一些影响 最后被对方前锋抓住机会 完成了弹射破门 两队瞬间回到了同一起跑线 因为土伦杯的比赛总共只有80分钟 所以此时已经是上半场的尾声阶段 荷兰队继续通过逼抢迎来了进攻机会 最后门将曾成在完成倒地扑救之后 出现了轻微受伤 下半场一边在战 陈涛面对对方的盯防 用左脚送出精准传重 可惜后点的江宁 由于起跳高度略有不足 导致这次的投球攻门稍显连强 随后中国队通过江宁的回撤继续组织进攻 替补上场的黄西洋顺势沿中路摆脱了对方的上枪队员 送出携船之后 朱婷以助后卫完成的抢射偏出了左侧力重 在顶住中国队开场的三板斧之后 荷兰队在比赛第51分钟也是迎来了攻势 20号分客随即躲过了赵明的滑铲 不过最后选择的处理方式显得有些急躁 几分钟之后 荷兰队通过中卫的出球继续组织进攻 皮球来到30米区域之后 鲁伊克斯调整之后的远射非常的具有威胁 除了进攻端之外 陈涛在防守中同样也能给球队做出攻剑 这次与队友在前场合力完成抢断之后 7号王寿廷利用身体对抗形成了突破下地 随即的船中在经过中路的触碰之后 最后由小飞侠于海完成了最后的临门一角 转瞬之间 对方直接通过后场的大脚发动快速反击 而中国队的后卫与门将的配合不默契 险些酿成大作 好在对方最后完成的吊门质量并不高 比赛第66分钟 中国队通过直传将球发展至前场左侧 陈涛面对对方的贴身盯防显得很有经验 利用合理的身体对抗以及脚下技术摆脱了纠缠 观察之后送出的船中也是造成了门将的初级失误 最后助攻江宁在后点将球碰进了球门 然而比赛并没有因此而结束 随后 中国队用杨旭替下于海继续保持风险活力 四分钟之后 杨旭在前场出现丢球之后选择了积极回追 不过令人不愿意看到的是 杨旭在随即的一次争抢中受伤倒地不起 由于伤情特别严重 导致比赛中断了很长时间 而此时中国队的换人名额已经用完 所以在剩余的时间里 中国队被迫以食人应战 中国队主帅杜一科维奇在场边也是焦头烂额 随后 荷兰队通过绞球机会形成了一波攻势 好在我们的队员凭借齐心协力的防守化解了险情 下半场伤停不是阶段 荷兰队最后一次进攻被判进攻犯规之后 个别队员也是出现了一些不满的情绪 最终中国队在首轮1比1占平葡萄牙之后 次轮也是有惊无险的拿到了三分